为什么有人说 嘉靖皇帝本可以缔造出一个盛世 结果却硬生生糟蹋了自己的机会 变成了一个守城皇帝呢 嘉靖帝之所以成了一个守城的皇帝 甚至被后世称之为昏君 主要是因为他的高智商没用对地方 嘉靖帝的智商绝对是非常高的 能力也是在明朝皇帝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而且 嘉靖帝登基之初 他所接手的明朝国力也非常雄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嘉靖皇帝 真的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想要开创出一番事业的话 成功几率其实是很大的 只可惜到了后期 嘉靖帝虽然把权力抓得稳稳的 但是心思却不在治国方面 开始不务正业 心思已经不在朝堂上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嘉靖帝在历史上的评价 就相对较低了 那么 后来 嘉靖帝到底是为什么无心朝政 到底是把心思用在哪里了呢 有关于嘉靖帝的心思 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嘉靖皇帝诸后聪 是明武宗诸后赵的堂弟 是明宪宗朱建生的第四子的儿子 因为明武宗没有子嗣 所以就在明武宗 已经是弥留之际的时候 明武宗的生母张太后 和内阁首府杨廷和 俩人就开始琢磨 接下来找谁来当皇帝这个事 既然 诸后赵没有子嗣 那就只能在这些旁之兄弟里 找个人来接班了 这时候 趁着诸后赵还没死 就抓紧物色到了诸后聪 这边 皇帝刚咽气 马上就派人马不停蹄的 把诸后聪给接到了京城外 明朝从明英宗时期开始 就养成了让内阁大臣 执掌朝政的习惯 这政策本身没什么问题 有些皇帝想得开 毕竟 皇权是世习制的 但是内阁大臣 却是要凭能力胜任的 但是有的皇帝 他就不这么想了 有的皇帝 则认为这权力 都得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要是都让大臣们说了算 那自己这皇帝 做得多憋屈啊 嘉靖帝诸后聪 显然属于后者 诸后聪在进京之前 就先给这些大臣们 来了个下马威 正得十六年三月 诸后聪随着使团们 已经到达了京城外 眼看马上就要进城了 这时候 有大臣建议诸后聪改个爹 改任诸后 照他爹为亲爹 把自己亲爹改为皇叔父 诸后聪一听 怎么我今儿还没进京城 你就让我换个爸爸 明儿我进京城了 你还不得起我头上 当我爸爸呀 所以 诸后聪直接拒接了这个建议 并且坚定地表示 换爸爸我是换不了 非要我换爸爸 那你们不如换个人 做皇帝好了 因此 诸后聪直接拒绝进城 硬是跟使团们 硬刚了起来 这个皇帝 对于诸后聪来说 做不做也无所谓 但是对于国家来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朝廷等不了啊 最后 朝廷这边张太后出面 给了个台阶 既然诸后聪不愿意换爸爸 那就不换吧 直接在郊外 把手续办完 直接从大明门 进来登基吧 就这样 诸后聪算是给面子登基了 但是登基归登基 你们朝廷拟定的年号 我不爱听 我不爱用 诸后聪后来 自己想了一个年号 拟定家境 诸后聪登基之后 爸爸不仅是没换 反倒是一想到自己 当了皇帝 但是自己的亲爹 还没当过皇帝 也没有庙号 也没有年号 作为皇帝的亲爹 这也太没排面了 后来 诸后聪 为了给自己的亲爹 找排面 直接把明太宗 朱棣的庙号给改了 改成了明成祖 给自己亲爹起了个明锐宗 也没担心 这么改朱元璋 是个什么心情 诸后聪本人确实是 有着一定的才能 但是从诸后聪的 所作所为来看 诸后聪最在意的 其实不是什么报复 也不是什么为国为民 而是自己手里的权利 诸后聪上位之后 把之前掌权的宦官集团 给缴了个天翻地覆 恢复了中央集权 彻底地把皇权 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中央集权这个事 对朝政来说 是好事 也因为诸后聪 彻底掌权的原因 所以 皇帝下达的很多命令 也能更好地发挥出去 诸后聪理清了 很多之前的避政 重新录用了 曾经因为正年不会 而获罪的大臣 减少税收 改变打压不好的 服务行业风气 重振朝纲 推行新政 发展文化 一时间整个时代 都展现出非常繁荣的景象 这个时候 我们能看得出来 诸后聪 显然是一位政治手段极高 智商极其过人的一位皇帝 但是 聪明归聪明 心思要是不用在正地方 在聪明的脑袋 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诸后聪 虽然非常地有政治手段 但是对于国家朝政一类的 这些大一方面 还是缺少了一些 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诸后聪的一些作为中 我们不难看出 诸后聪 是一位十分在意皇权的皇帝 诸后聪 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 自己手里的权力 是不是绝对的 如此贪恋权力的皇帝 就难免会想要长生 会想要自己永远独享这份权力 诸后聪 也没能逃过这个问题 诸后聪在位中期 朝政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国家财政崩溃 边境不断被袭 但是这个时候 诸后聪却并没有着急 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的诸后聪 把心思都放在了炼丹修仙上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修炼成仙 直接用仙法解决问题 打败敌人 诸后聪在位中期 无为而至的思想 算是被他运用到了极致 完全认有百姓自己发展 国家自己成长 而他自己的经历和心思 则是全用在了 如何打压佛教 独尊道教 以及修仙炼丹的方面上 再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手腕 挑唆大臣们斗争 保证自己的皇权 不仅如此 诸后聪 还开始迷信一些江湖骗子 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长生不老 这镜头可丝毫不逊色 与之前的宋徽宗 既然 皇帝都迷信江湖术士 迷信到了这个份上了 那也就不能怪 这些江湖术士 骗你钱 掏你兜了 这些江湖骗子 今天给诸后聪做个法 明天给诸后总挑个大神 后天再给诸后聪 练个披霜水银大法丹 那简直是赚得盆满钵满 不亦乐乎啊 要是光是做个法 练个丹 唱唱神曲 跳跳大神 那这也太不威风了 这要是 自己哪天真成了仙 这没有法号 怎么能行呢 自己既然是堂堂皇帝 法号没 牌面 怎么能行呢 所以 诸后聪又学宋徽宗 给自己一家三口 都起了非常响亮的法号 他跌封为三天精确 无上玉堂都仙法主 玄元道德哲会圣尊 开真人化大地 他妈封为三天精确 无上玉堂总仙法主 玄元道德哲会 圣母 天后长仙妙化援君 而诸后聪自己 更是给自己自封为 灵霄上青筒雷 元阳妙一妃 玄真君 九天红 教蒲己圣灵长 阴阳功过大道 私人子及仙翁一阳 真人元须玄英 开化伏魔忠孝帝君 太上大罗天仙总长 五雷大真人 玄都敬万寿帝君 是的 没错 你没有看错 是真的就是这么长 这么霸气 这个时候的诸后聪 已经彻底上头了 再也听不进去 任何人的劝告 就是一心想要成仙 快了七天了 这个时候的大臣们 已经是拿诸后聪 没有半点办法了 既然大臣们没招了 那就只能宫女们 挺身而出了 这个时候 一位有名的宫女 杨精英 出现了 这也就是著名的宫女联合 差点就成功勒死 皇帝之寝宫杀人事件 只是可惜 这宫女脑筋不怎么聪明 当时给绳子系了个死扣 没能给诸后聪勒死 大难不死的诸后聪 并没有洗心革面 而是换了个地方 继续苦心钻研自己的成仙之术 希望下次 自己被勒的时候 不要失败 而是直接成仙 而且 因为之前的这些经历 诸后聪变得极其敏感 对于朝政什么的 基本上不怎么在意了 他在意的 只有自己的修仙大业 到了嘉靖后期 大明朝就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虽然当时 有以七级光为首的名将 能够对抗外敌 但是内政的腐败 已经不是有几个名将 就能够挽救得了 再后来 随着朱后聪的年纪越来越大 又常年吃什么水银丹 披霜丸 朱沙粒之类的神丹妙药 朱后聪的身体 终于是要挺不住了 眼看马上就要嫁和西去了 这个时候 朱后聪的身体 本就越来越不行了 户部主事海瑞 又站出来批评朱后聪 直言 朱后聪想要长生不老 简直是痴心妄想 整天不务正业 毫不振作 给朱后聪气的 血液里的仙丹含量 顿时又骤身了几分 直接让人给海瑞关进了大牢 只可惜 还没等到朱后聪 去收拾海瑞 朱后聪终于是坚持不住 嫁和西去了 其实在了解了朱后聪的一生之后 我们不难发现 朱后聪并不是不够聪明 没有手段 相反 他是太过于聪明 太有手段 导致自己开始懈怠责任 开始无法正视自己的位置和权利 像朱后聪这样的皇帝 如果把自己的聪明才智 都用在治理朝政上 那创圣事资质肯定是有的 但是如果一心都用在修仙上 那后期 要是没有七级光等一众能将的支撑 他怕是连能不能守城都难说了 有关家境地的故事 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 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关注 我是妖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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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